2024中国光股光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大会 5月16号在武汉东湖高兴区开幕 知名院士、国内外顶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云集 共促全球光子科学和技术进步 本次大会设有四大创新成果发布区 包括激光技术与应用、光通信与全光网络 光学与精密光学、光电前沿交叉应用 吸引370多家企业参与 多项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和国内填空白的核心产品和技术集中亮相 彰显中国科研新力量 实际上所有的这些科技的一个巨大的发展 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光电子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架构 即使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往前进 AI现在日新越一日千里 那么光电子信息这个行业的这个底层的这个架构的 这个重要性越来越重要 召开我们这个大会 这个重要意义是让大家一个很好的平台 大家去做交流 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和化合物半导体器件的规模化应用 传统的热退火工艺已经无法满足快速高效退火需求 而激光退火凭借效率高、可局域化、退火深度可控的一系列优势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高端半导体行业 此次大会 华工科技展示了一款全自动晶圆激光退火智能装备 激光退火有什么优势呢 你放在退火炉里面退火 那个加温是一个封闭腔 加温两个小时 那激光退火它是用激光的光斑来回扫的方式 可能20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激光退火它可以实现局部的控温退火 它不是整个炉子整个空间就加热 它一片一片的一个区域一个区域退火 这样就要更精准就更高效 它还不会影响正面的晶圆 据介绍 该款全自动晶圆激光退火智能装备设备 国产化率超过80% 目前设备正在调试阶段 即将发往客户端验证 它带来什么好处呢 我们的成本 基本上是在国外设备的30% 40% 就是降低了 降低了这么多 效率有一定提升 更重要的我们整个供应链和我们的服务 都会比人提高更多 园区网络正在迈向WiFi7时代 传统园区网线已无法满足带宽需求 园区网络光静同退 势不可挡 华为在F5G质检全光网展区 展示了新一代绿色万兆全光园区方案 业界首个商用50G全光园区方案等 过去的传统的网线是没有办法来承载 比如说WiFi7从2.5G到10G的 这样的一个带宽的 那需要的话呢 把铜线升级到光纤 来保证这个带宽传送 那这一次呢 我们推出了F5G全光圆区2.0 主要是面向这样一个场景 来解决我们WiFi7的 大带宽的承载的问题 同时呢 我们也推出了50G胖的 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园区 以及在家庭 构筑10G以上的 这样大带宽的能力 这样的10G以上的 接入网络的能力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不仅仅给园区 可以提供 这种大的带宽的接入能力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家庭中 使用我们超过10G的 带宽能力 国际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学会 光子学协会主席 沈平在致辞中指出 光子学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 它是现代通信的支柱 探索宇宙奥秘的门户 未来先进制造业的基石 他说 在武汉 光子学革命种子 扎根并茁壮成长 中国光股发展成为 全球最大的光纤光缆 研发制造基地 全国最大的光器件 研发生产基地 中小尺寸显示面板产业基地 和重要的激光产业基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